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獵人職業與轉職的攻略介紹 而遊戲中不僅有六大基礎職業 而且到15級之後還可以選擇轉職 而衍生了11種職業 而每種職業都有各具特色的技能與連招特點 下面就給大家來介紹一下囉 強化系如小潔或金 而職業是檢視 而特點是近戰職業、血後防高 而霸體技能較多 能抗也能打 劍士是個強化系基礎職業 以劍為武器 可以轉職狂戰士與劍術家 而兩種進階職業傷害也都不錯 操作簡單 而且還有控制技能 刷圖、PK都有不錯的能力 而相對於狂戰士 劍術家稍微難一點 不過上升的空間也大一些 劍士轉職狂戰士 而狂戰士的職業特點是血後防高 霸體技能較多 擁有不錯的抗打擊能力 當狂戰士完成覺醒之後 可以獲得職業的專屬效果 當血量降達一定的比例 狂戰士將獲得更高的爆發能力 因此狂戰士是一個越打越強的職業 而不過狂戰士的機動能力較差 所以選擇狂戰士的玩家需要練習走位 狂戰士技能 金剛弱、龍牙、男兒的剛毅 霸體漩渦、衝鋒斬、 接三崩抵斬刀、無影虛空刃、覺醒 而SB技能 高等級技能盡量點滿 重要的是天賦技能取射 而推薦點出金剛弱兩段強化 突進距離加霸體 無影虛空刃、強化霸體 衝鋒斬強化、疊加獵傷 三崩抵斬刀、獵傷增傷 而如果要走結炎劍的路線 結炎劍的被動也要點出來 劍士轉職劍術家 而劍術家與狂戰士完全不同 而劍術家的連招速度超快 具有一定的中程輸出能力 而劍術家擁有不錯的突進能力 人間合一的技能為劍術家帶來非常強勢的移動加成 而配合突進技能 使劍術家在機動上完全不亞於刺客 而同時劍術家技能連招速度較快 而具有較強的打擊能力 而最主要劍術家的機動性很強 一位技能、BOB技能都可以提升機動性 但是劍術家的防禦力較低 生存能力不如狂戰士 而劍術家技能 劍刃旋風、快翼升龍斬、不動潛龍 拔刀斬流光、人間合一、拔刀斬月石、無限裁決、一瞬血月花 而劍術家的技能加點還是一樣 連招中的SP技能全部點好點滿 而同時致命、封猴等兩個不在連招中的加持技能也要點滿 而天賦技能主加 無限裁決、人間合一、拔刀斬流光、劍刃旋風等被動 而增加主戰技能效果 點完其他技能之後 還有天賦技能就可以點 拔刀斬月石、快翼升龍級的被動點出來 變化系 而如奇牙、吸索 而職業是刺客 而特點是近戰為主、遠程為輔 而機動性較強、操作要求極高 而刺客轉職職業有兩種 一種是風行者、一個是怪盜 而兩者刷圖PK能力不分上下 怪盜刷圖跟PK傷害都會稍微高一些 但是相對而言更持操作 而不管刺客轉職任何職業都是一個高爆發、低生存的職業 一旦被抓到連招技能幾乎一下下就GG啦 刺客轉職為風行者 風行者是一個機動性較強、爆發高 可以自由穿梭在戰場的高輸出職業 可以利用一些中遠程技能起手 然後配合一些突進技能、緊繩作戰 而特別是風之舞 而釋放之後幾乎可以貫穿整個屏幕 因此風行者特別適合刷那些喜歡到處亂串的小怪 而風行者技能 颶風突刺、真空刃、疾風亂舞、幻蝶、狂風突襲、幽靈颶颶風 風之舞、覺醒 而SP技能點滿風之舞、狂風突襲、幽靈颶颶風、真空刃 而其他技能由高等開始依序往下跌 而天賦技能須點出真空刃、影子 否則沒有連招效果 而幻疊暴擊混亂 而狂風強化對中毒有著增傷 而幽靈颶颶風強化附加中毒 風行者是一個機動性高、爆發強 可以自由穿梭在戰場的高輸出職業 也真因如此 風行者的技能幾乎沒有霸體效果 實戰中應該多走位 配合機動性技能尋找戰機 而一旦命中對手 就可以利用多種浮空、追地等效果 將對手秒掉 刺客轉職怪盜 怪盜是一個比較鬼扎的職業 有著比較高的敏捷能力 不過血量比較脆弱 可以釋放一些看起來毫無邏輯的技能與陷阱 並將其連貫起來 而雖然怪盜沒有風行者的機動性 可是怪盜的打擊非常突兀 讓人家無法防禦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怪盜的下一個技能會是什麼 怪盜技能 玫瑰之輪 幽不知風 風洞陷阱 幻象攻擊 強迴之壁 引力切割 風暴之眼 覺醒技能 而SP技能阻力輸出 強迴之壁 引力切割 覺醒點滿 而其餘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加滿 而天賦技能 點出幽不知風 風洞陷阱 強迴之壁 引力切割 風暴之眼 放出戲 如雷歐利 雷札 而職業是念祈師 而特點是遠近皆宜 生存較弱 輸出高 控制較強 念祈師可以轉職念彈師 或者是念拳師 而念祈師 同樣的是高爆發低生存的垂筆職業 但是與刺客不同的是 念祈師有著不錯的控制能力 且技能範圍也有較大 念祈師 轉為念彈師 而念彈師操作簡單 技能多為脫手自動追蹤的遠程輸出 而且技能可以持續一段的時間 在實戰中可以有效的限制敵方的走位 而一旦敵方出現了失誤 就能打個對手破手不及啊 所以在輔助與輸出補山上都有不錯的表現 念彈師技能 而會建議 而會建議 念力增幅往下的天賦技能全部點出來 然後是 等主動技能點出來之後 盡可能將 而天賦技能優先是 念力噴射等三個技能 念祈師轉職為念拳師 而念拳師主修體術 而定位也比較特殊 而它介於遠程與近戰之間 因為念拳師既有遠程輸出能力 也可以與敵人近身戰鬥 所以念拳師的打法也比較多種 玩家可以只有選擇 而不過念拳師是穿皮甲的生存能力較弱 而念拳師相對比較有上升空間 有著強制抓取、破霸體等一類神級技能 所以在控制、輔助都有更好的表現 不過兩個職業輸出能力都較為一般 比較屬於功能型職業 念拳師技能 念力震盪 念懸彎 氣旋併發 念彈躍千 即念陣地 獅子連彈 覺醒 而念力震彈是不需要點出強化效果的 用來存氣旋乘數 保證自己的起手能力 而其他技能僅僅點出強化效果 而天賦技能 氣旋無影 開啟普攻之後距離就變遠了 可以用遠程消耗對手 連續的用攻擊壓制敵人 甚至可以逼迫敵人使出逃脫的技能 具現化系 如庫拉皮卡小滴 而職業是槍手 特點是遠近皆宜 特攻主近戰 而槍械主要是遠程 操作要求非常高 而槍手可以轉職特攻或是槍械專家 而很多玩家一定會覺得 巨蟹化學的職業一定很脆 而實際上 而槍手在眾多職業中 只能算是中等的 而爆發則是非常高 而槍械專家是遠程職業 傷害非常高 可以說是副本的主要攻擊 而特攻為近戰職業 是十分靈巧 非常適合PK 不過兩種職業都非常吃操作 槍手轉職特攻 而特攻是擅長機動突進 並有著不錯的遠程先手與近戰爆發 也就是說特攻是一個需要遠程技能起手 然後突進最後爆發的職業 而且特攻對普攻有要求 在加持高爆子彈後 需要配合普攻連招 操作難度高啊 而特攻技能 SB技能全部點滿即可 天賦技能 麻痹射擊 點出兩段強化 而強化控制 破防難力 電光衝刺 增加使用次數 高爆子彈強化 增加破防傷害提升 抵雷陣強化增加傷害 而如果天賦足夠 可以再點一個無人機強化 基本上在後期被動技能就全部點完了 槍手轉職槍械專家 槍械專家相比特攻就比較簡單一些了 槍械擅長各種不同的武器 攻擊距離非常遠 而戰鬥中只需要利用槍械的各種技能 來和敵人消耗 而敵人近身之後利用一位等技能跑路 就有點像是放風箏打法 不過槍械是鑽重裝的 防禦、生命屬性都還不錯 不會輕易死亡 槍械專家技能 壓縮粒子炮、榴彈炮、多重榴彈 狙擊連射、黑洞炮、自動砲台、雙槍連射 20級以後技能可以全部點滿 BUB建議帶集火、提高攻速 有便於更快的接招 而如果遇到劍士等機動性較差的職業 可以利用遠程優勢打出連招 而遭遇機動性較強的職業 應該利用走位與壓制進行消耗戰 切記不要太過失敗 整體來說 槍械專家戰鬥較為繁瑣 玩家需要對技能有極高的控制 對於喜歡超高遠程輸出的玩家 槍械專家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操作系 如一二名抹勞五 而職業式學者 特點 中遠程戰鬥 技能華麗 操作感強 而攻擊距離是以中程為主 涵蓋了控制技能、反圍技能與遠程騷擾技能 在PK與刷圖上都有著不錯的表現 而操作系目前只有一個轉職職業 那就是幻騎士 而這個職業和捏力系較為契合 因為幻騎士非常吃操作 而作為一個忠誠職業 幻騎的爆發並不是特別強 但是幻騎的技能有很強的連貫性 可以利用操作打出更大的傷害 但是打完之後該如何跑路就是一個問題了 所以選擇幻騎士的玩家 記得去自由房間練習連招與反應的速度 幻騎技能搭配 十字審判、孤勳一職、視眾人迴刃、星星衝藥、日落六方斬、月光迴旋斬、要變尖刺、醒覺 這套搭配近戰技能與遠程技能 能相搭配可以打出較高的傷害 而正義技能可以帶冥想 提高自身技能傷害與暴擊等級 比星眼、智力、增幅效果會好一些 而連招起手後施放就好 特質系 如闊弱弱、蟻王 而職業是舞者 特點中進程戰鬥為主 而舞者是蠻多玩家喜歡的職業 因為舞者與其他職業都不同 舞者的轉職是玉水師與戰鬥舞者 而這兩個打法完全不同職業 特別不同 玉水師有著大量範圍、加血、復活、控制 簡直是BUB職業 操作簡單、刷圖、PK都有著良好的表現 非常適合新手玩家 而戰鬥舞者相當考驗操作 有著強力的控制技能 技能基本蓄力累積 可以打出很好的連擊 操作手感、PK能力都十分優秀 不過由於玉水師的存在 所以轉職的人很少 並不是戰鬥舞者不行 而是玉水師太強啦 舞者轉職玉水師 而玉水師的技能 極寒之境、指名飛吻、絕對領域 冰彈連射、雙指旋風、地獄噴泉、水晶之盾、請絕 而在加點部分 除了水晶之盾和絕對領域之外 其他的技能都儘量點滿 而如果有多餘的技能 再考慮這兩項 這兩個團隊技能 在加點後收益都太少了 而玉水師控制能力強 生存能力也強 大量範圍技可以持續輸出 技能連續命中敵人還可以將其動住 完全無法反擊 而玉水師同時不害怕近戰 因為他有無敵反擊技能 醒覺之後擁有一次復活 是不是很可怕啊? 所以在所有職業當中目前是最受歡迎的職業 武者轉為戰鬥武者 而戰鬥武者與玉水師又完全不同 戰鬥武者更像是一個消耗型職業 而技能有些近戰也有些中遠程技能 而雖然戰鬥武者抓地不行 但是普攻可以使對手滯空 因此看起來操作難度較高的技能 對方在滯空的狀況下也可以輕鬆連招 戰鬥武者技能 蒸氣彈、如意、掩月、比翼、雲雀 而其他技能點一級 天賦技能、強化、海月、太極、逆鈴、掩月、如意、真氣彈 而如果要走遠程路線 則將海月、逆鈴換成穿雲或崩山 同時穿雲跟崩山的天賦技能也要點出來 而以上就是這次的獵人職業與轉職攻略介紹 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